《醒世横言》 第三十五卷 徐老仆义愤成家 全马尤然之恋主 旷于劣在生人 为奴一日主人身 请恩同父子 名分等君臣 主若虐奴非正道 奴如妻主商伦 能为一仆是良民 圣衰无改劫 始策可传神 说着唐玄宗时 有一官人姓骁 名影士 自茂庭 兰陵人士 自幼聪明好学 该搏三教九流 贯串诸子百家 上次天文下至地理 无所不通 无有不晓 真个胸中叔父五车 笔下巨高千古 年方一十九岁 高多奎科 明清朝野 是一个广学的才子 家中有个仆人 名唤杜亮 那杜亮自萧影士树林时 就在书房中服侍起来 若有驱使 奋勇值钱 水火不必 身边并无半文积蓄 陪伴萧影士读书时 不待吩咐 自去千方百计 欲先寻觅下国品 饮传供奉 有时或烹殴茶 助他青丝 或暖杯酒 劫他辛苦 整夜直浮世到天明 从不曾打个瞌睡 如见萧影士独造得意之处 她在旁也十分欢喜 那萧影士斑斑皆好 渐渐俱美 只有两桩毛病 你倒是拿两桩 第一件 乃是适才傲物 不把人看在眼内 才登适集 便去冲撞了当朝宰相 那宰相若是个有度量的 还竖得他过 又正冲撞了第一个计才的李林甫 那李林甫昏名叫做李猫儿 平息不知坏了多少大臣 乃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却去惹他 可肯轻轻放过 被他劣尸小计 险些连性命都送了 又亏着坐住搭救 只需了官职 坐在家里 第二件事 性子严急 却像一团烈火 片语不投 即暴躁如雷 两太阳火星直爆 奴仇有差物 便加垂踏 他的打法又与别人不同 有甚不同 别人则置加奴 定然计其过犯大小 讨个板子 叫人行账 或打一时 或打二时 分个轻重 唯有萧影视 不论尸体大小 略触着他的性子 便连声贺骂 也不用什么板子 也不要人行账 亲自翘起身来一把揪翻 随分撤着一件家伙 没头没脑乱打 凭你什么人劝解 他也全不做准 只要打个气息 若不相议 还要咬上几口 方才罢手 因使嫩般厉害 奴仆们惧怕 都四散逃去 单单存得一个度量 论其萧影视 只存得这个家人种 每是只该将就些才是 谁知 他是天生的性 使惯的气 打六的手 竟没丝毫更改 依然照旧施行 其先奴仆众多 还打了那个 空了这个 到的秃突里 独有度量时 反绝打的琴鞋 论其度量 遇着这般难理会的家主 也该学众人逃走去罢了 偏要寸步不离 甘心受他的责罚 常常打得皮开肉绽 头破血淋 也再无一点退毁之念 一句怨恨之言 打罢起来 整一整衣裳 认着疼痛 一元在旁答应 说话的 据你说杜亮这等奴仆 莫说千中选一 就是走进天下 也寻不出个对 这肖影视又非黑漆皮灯 泥色主管 是那一窍不通的蠢物 他须是深灯黄甲 位列朝班 独破万卷 名里的才人 难道嫩般不知好歹 一味蛮达 没一点人词改悔之念不成 看官有所不知 常言道得好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那肖影视平息 原爱杜亮小心殉锦 打过之后 深自懊悔道 此奴随我多年 并无时分过失 如何只管将他这样毒打 今后断然不可 道得兴发之时 不觉拳脚又轻轻地 生在他身上去了 这也不要担怪 肖影视性子急躁 谁叫杜亮 刚闻得赤鹤一声 恰如小鬼见了钟馗一般 扑突的两条腿 就跪倒在地 肖影视本来是个好打人的 见他做成这个要打局面 少不得奉承几下 杜亮有个远族兄弟杜明 就住在肖家左边 因见他长打的这个模样 心下道气不过 窜着杜亮道 凡做奴仆的 皆因家贫力薄 自难成立 故此投靠人家 一来贪图现成衣食 二来指望 家主有个发际日子 代谢风光 摸着些东西 做个小小家业 快活下办事 像阿哥如今 随了这错大 早晚殷勤服事 竭力尽心 并不见一些好处 只落得常受他凌辱痛处 那样不知好歉的人 跟他有何出息 他家许多人都存住不得 各自四散去了 你何不也别了他 另寻投入 有多少不如你的 投了大官府的人家 吃好穿好 还要坐长 颤一罐两罐 走出衙门前 谁不奉承 那边才叫 某大叔 有些小事相反 还未答应时 这边又叫 某大叔 我也有件事劳动 真个应接不暇 何等兴透 若是阿哥这样 肚理又明白 笔下又来的 做人且又温存小心 走到适要人家 怕到不是重用 你那错大 虽然中个进士 发力士 就与李丞相作对 被他弄来坐在家中 料到也没个乞观的日子 有何撇不下 定要与他缠仗 杜亮道 这些事我岂不晓得 若有此念 早已去得多年了 何待吴帝 今日劝狱 古语云 良辰择主而逝 良勤择目而期 奴仆虽是下贱 也要择个好使头 向我主人 只是性子造极 除此之外 只怕舍了他 没处再寻的第二个出来 杜明道 满天下无数官员 宰相贵妻豪假 岂有反不如你主人这个穷官 杜亮道 他们有的不过是爵位金银二事 杜明道 指这两桩净够了还要怎样 杜亮道 那爵位乃虚花之事 金银是臭乌之物 有甚稀罕 如何急得我主人 这般高材绝学 拈起笔来 请客万言 不要打个稿 整个烟云缭绕 滑彩缤纷 我所恋恋不舍的 但爱他这一见儿 杜明听的说出 爱他的才学 不觉哈哈大笑道 且问阿哥 你既爱他的才学 到鸡时 可将来当的饭吃 冷食可做的衣穿吗 杜亮道 你又说笑话 才学在他腹中 如何记得我的鸡寒 杜明道 却原来又救不得你的鸡 又遮不得你的寒 爱他何用 当今有爵位的人 善然直喜 屈全富士 没一个肯连才惜学 你我是个下人 但得保时暖意 寻觅些前超作家 乃是本等 却这般愚阔 爱什么才学 情愿受极打骂 可不是个呆子 杜亮笑道 金银 我命里不曾带来 不做这个指望 还只是守旧 杜明道 想是打得你不爽利 故此 尚要挨他的棍棒 杜亮道 多成贤弟好行 可怜我做凶的 但我主这般不傲才学 总然打死 也甘心服侍他 虽不听杜明之言 仍旧跟随消影视 不想今日一顿拳头 明日一顿棒子 打不上几年 把杜亮打得 渐渐变身疼痛 口内吐血 成了个伤劳症候 初日还勉强驱成 此后大熬不过 半眠半起 又过几时 便久卧床席 那消影视见他呕血 情之是打上来的 心下十分懊悔 指望有好的日子 请医调治 亲自煎汤送药 挨了两月 呜呼哀哉 消影视想起他 平日的好处 只管剃气 被扮衣冠埋葬 消影视日常 亏杜亮服饰惯了 道德死后 十分不便 央人四处寻觅仆从 因他打人的名头出了 哪个肯来跟随 就有个肯跟他的 也不中其意 有时读书到忘怀之处 还认作杜亮在旁 抬头不见 便眼眷而泣 后来消影视 值得了杜亮当日 不从杜明这般说话 不觉气夜胸中 泪如泉涌 大叫一声 杜亮 我读了一世的书 不曾遇着个连财之人 终身沦落 谁想你 倒是我的知己 却又有眼无珠 网颂了你性命 我知罪也 言环未必 口中的鲜血 往外直喷 自己也成了个呕血之急 将书籍进阶焚化 口中不住地喊叫杜亮 病了数月 也归大梦 一命叫谦杜亮 与他同葬 有诗为证 那会屈权步步先 高才曾见几人殿 当路若能如杜亮 草莱安德 有宜贤 说话的 这杜亮爱才恋主 果是千古其人 看起来 毕竟还带些腐气 畏为全美 若有别装稀奇故事 一样画文 再讲回出来 列位看官 稳坐着 莫要性急 事来小子 到这段小故事 原是入化 还未曾说到正传 那正传 却也是个仆人 他比杜亮更是不同 曾独立与孤双主母 争起个天大家事 替主母嫁三个女儿 与小主人娶两房娘子 到得死后 并无半文思绪 至今名垂史册 在小子 慢慢地到来 劝欲那世间为奴仆的 也学这般尽心尽力 帮家做活 传个美名 莫学那样 被恩反世 伟大不调的 被人唾骂 你到这段画文 出在哪个朝代 什么地方 原来就在本朝 嘉靖爷年间 浙江延州府淳安县 梨城树里 有个乡村 名曰锦沙村 村上有一姓徐的庄家 恰是帝兄三人 大的名徐炎 次的名徐赵 各生得一子 第三个名徐哲 浑家炎氏 道生的二男三女 他帝兄三人 奉着父亲一命 合锅吃饭 并利的羹田 挣下一头牛 一记马 又有一个老仆 名叫阿继 年已五十多岁 夫妻两口 也生下一个儿子 还只有十来岁 那阿继 也就是本村生长 当先因父母丧了 无力并恋 故此卖身在徐家 为人终极小心 朝起雁眠 勤于重作 徐炎的父亲大得其力 美事优待